这个你看一下 江先生领带真不错 江先生领带真不错 想玩是吧 一会儿林氏要过来签约 你和我一起 好 江总 之前公司签约都是我陪你 林氏的合作 之前就是林总在跟进 所以说 他比你更熟悉 这个陈秘书 对江雨恒心思好像不单纯 江雨恒知道吗 陈秘书 有什么事吗 江总签约一般选在三号会议室 三号空间不是很大 你要提醒江总少抽烟 好 江总谈事只喝大红袍和普尔 你会洗茶吗 略知一二 江总 陈秘书 江总是我先生 他的需求和喜好 我会自己问他的 林小姐你别误会 在跟你结婚之前 江总原本是 是什么 总之 我只是单纯关心他 你别多想 多些关心 没有其他的事 我去会议室了 抱歉路上有点堵车 我代表林氏来签约 你进了林氏 姐姐你都到江市来工作了 我当然要去公司帮爸爸了 以后这项目就由我来负责了 这是爸爸送给外孙的见面礼呢 放了这么久 终于不装了 我们都是爸爸的女儿 这些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你应得的 那我告诉你 这个合同我不签了 你呢 王八卖瓜 该滚滚 该趴趴 林总 这是两家公司的合作 你凭什么做主 凭什么 凭他是总裁夫人 够不够 小叔 这都要签约了 怎么能临时反悔呢 这个合作 本来就是送给嫂嫂的 他想签就签 不想签 就不签 你们 请回吧 你怎么来了 我来签合同 结果小叔被林早川都不肯签 你能不能帮我说句话呀 我能说什么话 都怪小叔抢了你的位置 要是他没有霸占你 我看他还怎么嚣张 只要林家以后都替我做事 我就给你把河头拿下 我们当然是站你这边的 老子说了三路口 你给我滚回来 哎哎哎哎呦 不疯 软软 路风你们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所以你俩相亲相到了床上 都是误会 他相处人了 我刚好喝迷糊了 所以就别哭了 站起来我陪你去吃点东西吧 哦别怕别怕我在呢 我在呢 啊 嗯 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不负责吧 太不是负责吧 我又不是你 他这么想 我对他从来没有那种想法 没有你负责 路风你个老男人 我还没看上你呢 哎 我好好的蜜月下期 你饶了我吧 说得我脑袋都快炸了 死路风臭路风浑难路风 软软 你是不是喜欢路风啊 怎么可能啊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算了 你家江树死不外 乐阮 感情的事可不能嘴硬啊 难不成 还有我去热脸贴冷屁股吗 他配吗他 他们怎么来了 姐姐 不介意我们一起吧 瞎了吗 那么多空位他不见 姐姐真巧 我跟阿哲也来这边度蜜月 学人精 才不是呢 阿哲 你快帮我解释一下 嫂嫂 我来往前 来擦擦嘴 不用 我自己就少 我的天 某些人要点脸吧 真是恶心到要吐了 嫂嫂 我们走 嫂嫂 嫂嫂 回来了 别提了 本来想躲个亲戚 结果来了 就比某人更烦人的 饭都吃不安生 姑奶奶 我又错哪了 你呼吸就是错 江泽和白星儿也来这度蜜月了 那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对啊 跟你一样 你 算了 好难不跟女斗 对了 这里的顶层天台能录音烧烤 晚上还能看星星 我找人清了啥 晚上要不要一起啊 我赔软软 我可不敢霸占你 正好我还没吃饱 走吧走吧 这两位说是你们朋友 小叔 带我们一起玩呗 这酒店怎么回事啊 我要投诉他们 我们只是想加入你们 我的天哪 好大的茶味啊 我要吐了 吐了 怀了 这么快 这么干喝都没意思啊 不如我们来玩点别的 好啊 玩什么 玩牌吧 输的人喝酒 或者完成赢家给的任务 无聊 江泽 你想玩 我陪你玩 小叔牌记出神入化 我可不可以玩 还是让你早早来吧 我记得姐姐牌记也挺好的呀 该不会不敢玩吧 百姓儿 你找试试吧 大侄子想玩是吧 那做长辈的就教教你 什么叫不自量力 我来 好 那阿姨我也陪你玩玩 教肯定有问题 放心 我懂了 软软 一会我们不抢那种 就做农民 嗯 听你的 哎 哈哈 真棒 你 哈哈 哈哈 还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们是不是玩不起啊 继续 我就不信了 最后一局我还能输 我要加忙 你还想赌什么 楼下就是露天勇时 输的人除了喝酒 还要从这儿跳下去 姜哲 你有毛病吗 这都入秋了 下去肯定感冒 我就要赌这个 敢不敢 走走 千万别说 否则就要失身诱惑了 说 别笑说 阿哲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好了 开始吧 待会儿别笑不出来就行 第3 大你 我们赢了 怎么可能 大小王都在老子这儿 愿赌服输 喝完就去跳吧 臭 你们一直在耍我是不是 你不喝 不要 不要 你让我死不了人 走你 不要 走走快看 我帮我谁 走你的汗人精 啊 感觉不能得我玩 你打我打死你 你先连手对果家而折 果家而折 你能臭臭在这里 木木 他出来帮忙 你打吧我不打你 姐姐姐姐救我 你必要新人 说不得了走吧 江先生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你也快去洗洗吧 我也不想扫兴的 你妈帮人吃钱了 很难想象你不是故意的 客房服务 去洗个澡吧 姐姐姐 我想借一套衣服 姐姐 我想借一套衣服 小室 你怎么不给你 我忍得很辛苦 我忍得很辛苦 你 就像在你这一件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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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啊 叫我 噓 噓 草草 我好可怕 今晚没有被我光芒 那你想给小胖 我小叔 你他妈不许哭了 珍珍 你这是在饭嘴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叔 你不能进去 小叔 你上车 昏腻了 他本来就是我的 你再说一遍试试 有问题你弄死我 不然我还要上他 姐姐你快劝劝小叔 要死人了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你又没事 小叔别打了 别打了 骨开 姐 哎呀 阿诚 救救我的孩子 强哲 用好作为之 别怕没事了 我带你走 草 你别想走 小语 小语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头还疼不疼 饿不饿 小语 嗯 你流落好多血 没事了 那你好好休息 江语恒 我原以为我们只是各取所需 可是你却一次次救我于水火 我可以放心的把心再次交出去吗 林总 你给我站住 有什么事吗大嫂 你叫我什么 我是雨恒的妻子 我叫你大嫂 嗯 叫刘甜 你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压尖嘴力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病房了 你现在跟我去见阿哲 你不去她不肯逢针 是 爱疯不疯 我没时间 你怎么这么恶毒 阿哲是因为你才受伤的 幸亏阿哲没娶你 我看你还不如白星儿 人家怀着运都知道护着阿哲 你儿子要强暴我 被我老公打 你还让我去关心你儿子 大嫂 你的三观被狗吃了吗 你太乱了吧 我CPU都要冒烟了 太子妈是这样的 搞不好自己都能为儿子献身 林总 你别得意 当老三喜欢的人醒过来 你就等着被抛弃吧 这样雨晃有喜欢的人 醒过来又是什么意思 你姐姐最近的歌箱书记 改善了很多 但能不能醒来 这个你不要抱太大希望 不过也没准有奇迹呢 谢谢医生 林小姐 你和姜总不是在东民医院吗 你怎么在医院 是姜总出什么事情了吗 她没事 她一向健康 没事怎么会她晚上来医院 陈妹叔 你是不是对我老公过于关心了 我 我就是担心她 毕竟我和姐姐一直受她照顾 倒是没听她提过 姜总 姜总没跟你说吗 我姐姐五年前 出车祸成了植物人 倒是姜总也在车上 是吗 我回头问问 祝你姐姐早日康复 我先走了 太劲爆了 白皮病房那边 将是总裁跟侄子打架打进来的 听说是为了一个女人正风吃醋 侄子老婆也差点流产 还在楼下保胎呢 豪门是非多呀 这是陈轩怡 不 应该是陈轩怡的双胞胎姐姐 她和姜雨恒难道真的在一起过 真可怜啊 她姐姐昏迷三年了 听说这位的救男友受的伤 结果男朋友还有了别的女人 应该不会 不会的 我应该相信她 走走快来 阿姨这里出事了 那个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麻烦帮我照顾一下她 好 早点回来啊 妈 你有没有事啊 我在附近吃宵夜 刚好路过这里 就听到了阿姨的叫声 真是太猖狂了 如果不是阿姨在楼上 可能都要被伤害 谁干的 到监控了吗 监控被困坏了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背影 是个瘦瘦小小的男人 报警了吗 还没敢报 我先听听这个 对方留下的威胁视频 如果报警 这里马上就会爆炸 我让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白星儿差点流产 会不会又是白眉的报复 这个老白脸 还有脸到大一旁 说你是小三 真的是 离开江玉航 否则所有你在乎的人都会出去 怎么了 你知道是谁了 软软 能不能帮忙照顾我妈几天 这里不能住了 就赶快走 没问题 阿姨进完就去我那住 妈 你先去软软家住几天 等我找到新地方 就带你搬家 嫂嫂 妈妈不放心你啊 我没事 可是 等会我们离开 就报警 我该不该跟江玉航说这个事情 可如果真的是陈轩仪做的 会站在我这一边吗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 观察期已经过了 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上课好之前别碰水 嗯 好 谢谢医生 你昨晚去哪儿了 怎么回来以后 一直心事重重的 我妈妈出了点事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有需要我的地方 一定要说 嗯 知道了 你回去吧 怎么了 江玉航 你会永远对我坦诚相待 不会瞒着我事情 对吧 当然 嗯 难道陆芬说漏错了 她知道我惦记她很多年吗 哎呀 等等 让开 雨恒 你态度好点 我们好心来通知你 就是小叔 爷让你今晚回老宅吃饭 对了 带上林枣 怎么了 我爸身居简出 脾气古怪 但唯独你爱江者这个长孙 今晚 肯定是找我们业 那岂不是冲我来的 你可要保护我 整个江家 也就唯独我 不怕的 男孩还是女孩啊 爷爷 还没道茶的月份呢 有了孩子 就好好对你老婆 别肖想有的没的 哪能啊 那晚真是林草主动进来的 我喝多了都犯魂认错了 大侄子的意思是 我把自己迷晕了 然后走进你房间 长辈没说话就出声 是谁教你的规矩啊 难道江家的规矩 是被人空口污蔑 却不许成亲吗 爸爸 江玉豪 这就是你娶的好老婆 是想气死我吗 中言逆耳 早早 没说错什么 我带早早 是回来吃饭的 如果你们是要颠倒黑白 那他开帅 那我们就回去了 都好好说话 放手 雨恒早早 你们也留下 妈太多了 吃不下了 你不吃 孩子也要吃 营养根上 宝宝才会健康 省得又被某些人给害了 老三 婚姻不是儿戏 你跟林草啊 趁早分开 既然不是儿戏 你已经结婚了 怎么可能随意分开 爸 如果是酒店的事情 让你误会了 我可以解释 总之我不管你娶谁 只要你跟林草离了 哪怕娶你那个秘书回家 我也不说什么 爸 你是老糊涂了吧 混账 我看你才是脑子坏了 居然娶阿哲前女友 我死了 都没脸见江家的老祖宗 哎呀 你别管那么多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妈 话也不是这么说 现在是林草她闹得家宅不宁啊 你说说 好好地度蜜月 三个人被她害进了医院 还差点害了我孙子 你还有脸笑 我笑江家自诩家风轻正 实际 却歪得离谱 你闭嘴 想说什么 就说 江哲出轨在先 意图强暴我在后 他被打 是他活该 还有白心儿 你千方百计抢走江哲 却帮他一起迷晕我 你可真够大方 抱歉 我可不想共享男人 还是这种脏男人 林草 你居然这样说我 难道不是吗 还有 如果你也觉得我有错 我可以跟你离婚 我林草 也不是雷开男人就不能活的人 嗯 他身材在哪儿 草草即是怀孕了 哎 赶紧去把医生叫来 医生 怎么样 确实怀孕了 详细的还得去医院做个检查 好好好 老头子 医生说早早怀孕了 你以后别把离婚的事挂在嘴边了 谁知道怀的谁的宠 没准还是阿哲的呢 快看 别碰我 哼 妈 我们也先走了 快走吧 好好照顾早早 你爸就是臭脾气 别理他 对 头几个月胎不稳 虽然是新婚期 你也别由着老三乱来 啊 嗯 妈 我们走了 去吧 雨昂和林草怎么会去妇产喝 难道你走 嗯 怎么了 难受 有点反胃 我带了花梅桃 橘子 气泡水 还有辣椒 一会血浸完了之后 你可以吃一吃 压抑啊 你倒是准备的很齐全啊 第一次做爸爸 有点紧张 还没确定怀孕呢 这个 我倒是很自信 喂姜大叔 你越来越不要脸了 林草 你还真不怕死 记得及时来产奖啊 谢谢医生 不客气 走吧 先回家 让A给你准备了营养餐 我想去先上个洗手间 好 我在外面等你 嗯 走走 发生什么了 有人给我发了张死鹰的照片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出这个恶作剧的人 好 其实 这是我第二次受到恐吓短信 咦 怎么没有了 什么不见了 上次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人 就好像随时在背后盯着我了 知道我的一举一动 之前那条短信是怎么消失的 如果我怀疑是陈轩怡 她也会帮我吗 草草 是差不多的内容 你先帮我查这次的吧 陆峰 来我家一个 怎么样 有点难搞啊 敌方不弱 我都用洪洪的人来查 我试试 怎么样 查到了吗 还没有 对方用的是境外虚拟号 类似诈骗集团用的人 最棘手的是他们消除了IP痕迹 手法可能不太高明 但是 剩在仔细 我怀疑压的是个重度强迫症 别动 哎呦 跟谁俩呢 还有秘密啦 老房 先去休息吧 一时半会不会有什么进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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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她的生日 难道是我的 难道是陈轩怡姐姐的生日 他们是双胞胎 应该是一天 二月十二 真的是她的生日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让我知道真相 宝贝们 难道妈妈不配获得纯粹的爱情吗 放心 放心 宝贝们 妈妈就算以后一个人 也不会放弃你们的 林总主 休假这么快结束了 嗯 林小姐 请你的咖啡 啊 对不起 我刚刚没注意过了 你的手 赶紧的用凉水冲一下 林小姐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是一百度的咖啡 你说我是故意的 难道不是吗 我请大家喝咖啡 只有你这样 哦 怎么了 走走 你没事吧 是陈秘书被林总泼了咖啡 我也不知道林小姐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没有 如果你非要坚持的话 那就调监控吧 让安保科 调监控上来 这怎么可能 林小姐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无缘无故泼你咖啡干嘛 那就只有林小姐自己清楚了 我真的没有做过 你信我 我信 江总 你说什么 去医务室处理一下掏伤吧 这个月 尽你三倍工资 上工商不成 另外 林早不方便喝咖啡 以后大家 就不用退一瓶 要好好工作吧 走走 我要去消息室 那我再去 要不要维护我 是真心还是假意 哎 你说我们打工人的命 就不是命了 嗯 陈秘书你没事吧 一百度呢 肯定疼死了 快去处理一下吧 别溜疤 真适合我们 我在江市几年 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位置的监控 随便是你林小果然如此 走 就算你的孩子在这里流掉 也只会是意外 喂 软软 早早 让阿姨住我那吧 不用搬 我妈肯定会觉得太麻烦你 然后住不习惯 唉 也是 不过你家江叔叔送你那么多套房产 你干嘛还租房啊 那些骗铃我不打算懂 卫毛啊 姐姐 欢迎电达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代表林氏来签约咯 合作不是废除了吗 没有哦 而且江市还给了我们更大的好处 你还不知道吧 爷爷把他手里股份给阿哲了 现在他权力很大的 你不生气 我生什么气啊 那是他爷爷的 爱给谁给谁 与我无关 你就嘴硬吧 等小叔被架空 你就跟着成穷光蛋了 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你这么蠢 江城能好到哪里去 趴得越高 摔得越狠 如果我要带走孩子 离婚大概率要放弃财产 两孩子开销大 您是那25%的股份 我要早点掏钱 顺便再坑他们一道 陈叔叔嘛 明天有没有时间 您之前问我的股权 我考虑好了 好 那明天见 学长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怎么会让你来啊 我爸临时有事让我过来 我现在逐步接手他的事情 你搞我也是一样的 那好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手里的股权 打算全部收出 条件你看看 看看合不合适 很合理的价格 我们亲人介绍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雷雷同行 你现在空吗 要不 现在就是办公证 可以啊 但是你欠我一顿大三 实不相瞒 拉穴通鞋 今天给我搬了洗尘宴 要一起吧 还是你会做生意 公司股份怎么回事 卖了公证了 你个溺女 你如果敢骚扰我妈 我就把林家大宅也卖了 看来你爸欺诈了 有我是他的福气 服了你了小学妹 你别幽默了 您拨的号码已关机 诶 陈景年 你终于来了 别打了 郑主来了 哈喽 陈景年你可以啊 把我们校花学妹带来了 我记得你还跟人表过白是吧 这上了 谈个合作 顺便过来蹭饭吃 真是想带 这些都是我同学 江学长陆学长 我们学校的双子星 比我高几届 计算机设栏认似的 江雨恒居然跟我念同一所大学 没想到吧 早早 其实恒恒还跟你上过同一所高中呢 你们认识 岂止认识 这位可是林早的老公啊 来来来这边坐啊 你老公十分钟没联系上你 都该出动所有人去找你了 刚刚在躲我爸 电话关机了 陈景年 真有你的 千辛万苦制造机会 把人夫妻俩聚在一起了 走一会儿去他 我们去唱单身情歌 去你 哎 你们觉不觉得 过了这么多年 林早是越来越漂亮了 那是 校花越来越漂亮了 宇航学长也帅 人也现在俩夫妻呢 他们都结婚了 真是羡慕了 陈景年不会还对林早的想法吧 不好意思 早早喝不了酒 我先带她回去了 改日再遇 学长 还没问你 轩姨怎么样了 她姐姐还昏迷着吗 你可以自己去看她 好 什么事 不是让你没事别联系我 我忍不了了 他们再不分开 我就动手 我们交易的底线 是不能真的动她 蠢货 你以为你这么做 江友恒还能娶你 我没有要嫁给她 我只是在帮我姐姐 别骗人了 对待合作伙伴要诚实 陈小姐 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得到她 等我安排 你怎么问都不是我的 你怎么问都不是我的 不用理她 我把临时股份卖给长家了 她现在估计想弄死我 怎么突然召集买股份了 不然呢 我干脆和她摊牌吧 因为 走走 走走走走 她手臂上的伤口需要缝针 否则会留疤的 但她现在是孕妇打不了麻药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直接疯吧 生疯的话可能会很疼 没事 我可以 走走 松口 不要自己 哎 你醒了 你老公对你真好 那条路附近堵死了 救护车开不进去 她一路抱着你跑出来的 还有 刚刚粉针的时候啊 手都被你咬出血了 一句言言都没有 真难用 哎 回来了 你太太醒了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走走 对不起 没办法 干嘛到钱呢 江先生 十三床的病人醒了想见您 谁醒了 陈静国啊你女朋友 你不认识啊 她不是我女朋友 行吧 不管钱的限的 反正你赶紧去看看吧 走走 唯一一个朋友在这家医院 会迷了你 我过去看一下 去吧